我认为他们在做什么在厨房里 他们之前有点热热 这里有个森林家 从德州南部开车到休斯顿要7个小时 我们经过了第二道边检 又看了护照 继续行车 第二天一大早 我们就送儿子去了附近的daycare 然后我们就非常兴奋地上路了 因为今天要去看两个房子 我现在呢就到了第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呢我也没有进去过 它已经是open了 也不需要开门之类的 所以呢接下来我先生呢 跟这个contractor 我们一起用的这个contractor 会一起进去看一下 带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肯定需要很多维修哦 Let's go 这个房子位于休斯顿西北部的 Cypress地区 是一个蓝领居住区 这房子里面需要很多很多的装修 在没有进去之前 我就看到email里面给我发过来 里面的照片了 就觉得这房子肯定需要很多的维修 所以我们就叫上我们的contractor Anthony跟我们一起去看 因为我需要知道这个rehab cost是多少 然后才可以给出报价 它香烤的 它香烤的 它有点压 看这个 对 对 他们在画面上 他们在做一些創作的 所以我认为这要是要去 对 大家好,我是追风 我15年从上海移居美国休斯顿 16年开始投资美国房地产 我的频道分享我在北美的生活 和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息和经验 如果您需要在休斯顿地区 买房自住或者投资 非常欢迎您联系我们 我认为这些棺子设计 所以就一直从来 这些棺子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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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这棺子 孙子设计 全区位 全区位 所以我们可以做棺子设计 这棺子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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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棺子设计 这是相似的 这是一种大用的空间 我认为你用来的空间 这棺子设计 这个房子的客厅已经被这个屋主改的面貌全非了 他把这个岸的弄这么大 而且地面也增高了 把整个一个天花板又压低 整个空间就感觉很小 可真是的 这三个屋子 摩ظ了这屋子 我里面不错缩的 还有就继续做的 夕一 kidding 那些东西是不是 那是什么那你 那是什么那些牛—— 我认为这广化的炉维 也不光是这种糧esi 北上三国儿也知道 因为ättre估长了 没什么 Ke里面会 就找定了 好了 草叶 草叶 评 달 so they probably did it that way what can we do here honestly we need to figure out plumbing i mean we need to figure out drainage make sure everything is flowing properly tear all the stuff out of here completely gut it you could probably save the uh tub of course the garden tub it's better than you it's new it's new and you got new pecs already 原来这个屋主为了省 plumbing的钱 soy他自己改装了 在地面上装了水管设置 所以里面的这个面貌全非 而且买了一个很大的这种garden的浴缸 放在里面 然后我们就在想哪里放shower呢 或者是把这个garden tub就拿掉 不用放在这里 这里空间实在不够 我们看到第二个卧室和第二个卫生间 地面上全部贴了这个美丽的白色瓷砖 我真搞不懂为什么他要在卧室里面 也贴上这样的地砖 而且这个浴室里面贴的这个非常的粗糙 每次在里面看完房子之后呢 我们总有这个习惯在外面绕着房子走一圈 看一下空调啊 屋顶啊 外墙啊 还有外面有没有其他需要修补的地方 再看一下这个院子里面的这个花花草草的地方 需不需要弄 这个房子在大家看完了 大家也听我老公跟这个contractor在那边说 这个房子大致的维修需要多少 真的里面需要很大的动工做这个flip 我们现在出预算呢 这个flip的cost大概是在55000到6万之间 因为我是比较保守的 我不喜欢把数字压得太低 我觉得说6万比较保险 包括了材料啊和人工费 可能还会更多 所以呢 我们现在去看另外一个房子 接下来今天呢 我们也会算一下这个数字 然后给一个offer 看看能不能拿到这个deal 这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二个房子 是一个活动房 Mobile Home 它的位置呢 非常的好 在于休斯顿的西北部 叫Magnolia 也就是每年开这个文艺复兴节 那一块的地方 这个房子呢 是2001年的一个活动房 外面看上去真的有很多的这种 需要扔气的东西很多 有很多的垃圾 占地呢1.5acre 还是挺大的 感觉是非常清静的一个地方 这房子呢 需要里面好好装修一下 现在我们就去看一下吧 很多投资人不喜欢去碰这样的Mobile Home 但是我本人对这类的Mobile Home 是情有独钟的 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 做过一个Mobile Home的Flip 也对Mobile Home有所研究 这样的Mobile Home 在一个占地上面 有一个很大的Land Lots的话 是很有价值的 而且Mobile Home的投资人少 所以你很有竞争力 现在后院逛了一下 看一下它的占地 周边有没有这样的围栏 可以看到它的占地区域 然后看一下到底有多少垃圾需要清理 因为这点上是非常耗钱的 垃圾越多 你要花钱租的Dumpster就越多 我们现在就一起进屋看一下 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没想到一进屋看到的就是满屋子堆满的东西 这样也就阻碍了我们去踏每一块地板 看看地上有没有一些soft spots 我们在这里面有很多东西 我们在这里面有很多东西 有很多的水 谢谢 谢谢 嗯 这是Summer, my agent 她刚刚展示了我们这个地址 这是我的一个wholesale中介 它叫Summer 它是来自于休斯顿 Woodlands 地区的 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 但这次回来呢 她就带我们来看这边的一个mobile home 刚刚Summer就带我们在里面看了一下 Summer,你要跟我的观众们说两句吗? You want to say something to my followers? So I can subscribe to Landy Lee Thank you 这个房子我们刚刚里面看了一下 确实需要很多的维修 包括外面还有这个屋顶 roof上面也有漏 还有plumbing这个水管 我在里面呢拍了很多的这个视频 因为现在的估价我们自己不能完全估出来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视频给我的contractor And so你看一下 然后他会给我们一个报价 第二天一大早送儿子去了daycare之后 我们又开车去休斯顿的郊区去看另外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占地近三个acres 所以这也是让我动心的一个地方 Realtor Hello Always need to announce yourself when you come into a strange empty house Yeah Yeah To make sure there's no squatter here Even where the countries are You never know Smell old Oh The electricity sounds good I don't know like this Well Maybe So this is the living area it looks like Again All these walls have got to go The one we live in the cabin The foundation is in this house You can see also in the back Back there It kind of looks like it's leaning that way So okay And imagine in the addition there are probably some leveling This is the addition If you look at here in the closet You can actually see the brick wall from the old house So this is all a new addition It's a little bit sized room The main part of the house The door's got to go The door's got to go This is the toilet This is probably the shower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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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like a Jack and Jill with two different toilets Shower in the middle Another toilet in the back Okay We kind of keep going in circles Another bedroom And another good sized bedroom For the view from the master The view from the master The little details The house 房子里面走完了 感觉这个布局还是ok的 它是有一定潜力的发展空间 Nice patio 在房子里面走了一圈 发现这个房子是有地基问题的 然后在房子的外边走一圈 让我们惊讶的是这个房子 它原来是占地有两个lots 所以加在一起是3 acres 而且这个地呢非常的平 感觉很干净 看完这三个房子了 我们会不会给卖家offer呢 会给什么样的offer 结果又如何呢 请大家期待我们下一期的节目